欢迎两位 谈恋爱多久了 我和他在一起已经三年多了 是大学同学吗 对 怎么了 平时总是在生活中 总是因为一点点小事 总是要生气 一气吧 还总是把矛盾无限放大 然后就要和我说分手 还不是就因为你 总是嫌我这嫌我那 各种嫌弃我 那我当时说的也是事实 就像一般女生 出门啥子都会给自己化化妆 她从来不化妆 就上次我过生日 然后请一些同学朋友 然后一起过来吃饭 我们当时那么多人 就在等她一个人 都等到下午六点半 我当时就在想 她可能就是平常不化妆 现在化化妆 然后收拾收拾 可能因为慢一点吧 主持人 我是做道具的嘛 就是加班做一些东西 搞的身上都很乱嘛 我还专门是 就是从外面赶过去 为了参加她生日 我还换了身衣服 结果我去了呢 她就嫌我 没有化妆 穿的随便啊什么 一直都没有好脸色 你下面就穿个 那种男士 特别宽松的那种牛仔裤 那上一身就穿个 也是男装 还是那种 就是男的宽松长袖 她头发 就是随便扎个丸子头 不是挺好吗 感觉一点都 都不女生啊 就乱糟糟的样子 不女生 你找她当女朋友 那当时和她 在一起的时候 也不是这样 她是因为跟了你之后 所以她才不化妆的吗 她之前 没有啊 我之前差不多都是这样子啊 对啊 人家没变啊 之前我和她在一起的时候 你们俩谁追的谁 也算是我追的她吧 好 你当初追她的时候 她化妆吗 就是会给自己 画个眉毛什么的 现在连眉毛都不画了 那我现在不是 在外面比较忙吗 而且我 做舞台设计这方面 做道具啊 什么东西 本来就很累啊 这事就放一边吧 过过过过过 咱们说下一件事 还有吗 就像她 她平常总是特别任性 比如 就像她在工作中 遇到啥事 你看我身为她男朋友 她和我说一说 向我倾诉一下 也是可以的 她在生活中 她在工作中 遇到点事 说都不和我说 然后一看到我 就冲我一通乱发脾气 我当时也很莫名其妙啊 这不就跟你说了吗 而且她每次和我说 说过之后 就冲我发火 就说我烦 说我烦 那我不得安慰安慰她 主持人你知道吗 那个事情是这样的 当时呢 我在那做3D那些东西 本来脑子很烦 很乱造造 结果她在旁边 开始玩游戏 而且声音巨大 然后还不停地就念叨我 嫌我 不打扫卫生啊 嫌我这 嫌我那 就反正各种嫌弃我 那我说呢 也都是事实 就是你在屋子里面 做道具模型 你做完之后 你把屋子收拾一下 也是可以的 你每次做完之后 就这儿放点东西 那儿放点东西 你都不收拾一下 上次我一刚一进门 每住一下面 地下有个钉子 一脚就踩上去了 脚都被戳流血了 然后我和她说呢 她一点都不在意 而且还说我 那你踩到钉子 怎么能怪我 只能怪你自己 眼不好了呗 而且 那我自己本来 本来就是做这些东西 很累 结果你呢 不帮我收拾就算了 而且还一直埋怨我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